接下来,经过一番的调兵潜将,李密接受了当年杨玄感只顾正面围城的教训,改以水路从方圆二百里的西苑迂回禁忌的方式,偷袭了东都北门, 试图一举拿下西苑和显然攻,开始此一方略进展颇为顺利,可是当瓦岗军靠近东都北门的时候,一阵乱箭射了过来,猝不及防的李密被流使射中受伤,而柴孝和亦在战斗之中不慎落水逆亡,一时之间阵脚大乱。 处于守势的隋军听闻李密受伤,即一反常态,大举出城反击,瓦岗军没了主心骨,反被杀得四下逃窜。 忍受伤痛的李密只好放弃了回落舱,退回到落口舱的大本营之中。 但是,李密知道,声势既然已经起了,就没有退缩的余地,还不如继续地扩大声威,并进而拿下东都。 否则,迟早一会落得如杨玄杆一样的下场,他于是带着伤痛重整旗鼓。 而此时,河南山东一带突发大水,已经苦不堪言的中原百姓更是雪上加霜。 李密则不失时机地派遣徐世纪、元宝藏等,一举攻下了大隋第二粮仓,离阳仓,并再次开仓阵迹灾民。 此举使李密声威在阵,又有黎阳义军首领李文湘,环水义军首领张生,清河义军首领赵军德,平原义军首领郝孝德等率领四纪的全部人马,牵来归附李密。 还有永安首富周明不仅本人投靠了李密,还献出了大片的祖传封地。 接二连三投靠李密的,还有齐郡义军首领徐元朗,任成县大侠客徐世仁等等。 就连曾经追捕过李密的华阳太守赵驼,易赶随朝大势已去,也归附了瓦岗军。 李密对赵驼不计前嫌,命他仍然镇守怀仰。 而就在此时,泰山明道徐洪克,一须法飘飘地来到李密的帐前,向他献策。 他说, 大众久聚,孔米尽人散。 东都久功不取,势必厌战之。 如此下去,功之大志,难获成功。 李密呢,则谦恭地回应道, 甘门道长,有何妙想? 秦贼先必秦王,此乃长礼。 徐洪克说, 成进取之机,因驶马之锐, 烟流南下,知相将都。 秦火独赴,以号令天下。 啊,既是豪迹, 李密喃喃地道,却是再犯愁愁。 其实啊,徐洪克的妙计, 不就是李密当年向杨玄感进献的上策的翻版吗? 皇上当年远征高高离, 铸臂捉俊, 李密也是建议悬赶北上秦王, 可是当下轮到他本人为自己做决策的时候, 思琴想后, 却还是只有一条道走到底, 偏死拿下东都。 同样的道理, 他越南下, 而其将士则难同心同德, 劲往一处使得与之同往。 李密为了表拿下东都的决心, 命、济氏、祖军燕写了, 为李密席落周文, 印发至各郡县, 告语天下, 并以此激励自己的将士。 这位叫祖军燕的济氏, 与李密酷似, 各自矮小单瘦, 貌不惊人。 不相同的则是, 李密能说会道, 军燕却是不善言辞。 不过, 他绝非等贤之辈, 是位大才子。 他的父亲做过北齐宰相, 贪赃王法, 是个奸臣。 开皇年间, 也是北齐官吏出身的薛道衡, 西齐文才, 曾经向文帝举荐过他。 这文帝嫌军燕之父名声不好, 而不用。 到了当今皇上当政, 则嫉妒其过人的比例, 只让他做了个疏佐的小官。 生不逢时的祖军燕, 在起草习文的时候特别用心, 把平生的委屈, 和对大随两代君主的怨恨, 都发泄到了该文之中。 他痛臣当今皇上十大罪行, 骂得杨广是狗血喷头, 还不解恨, 并在文中怯齿道, 庆南山之竹, 殊罪未穷, 绝东海之波, 流恶难尽。 却说啊, 正辗转于河东, 剿灭匪贼的李建成和李世民兄弟。 这一天呢, 他们率军经过一个大路口, 只见一家村医院的砖墙纸上, 贴着一份刻印整齐的告示。 李世民骑在马上进前一瞧, 正是祖军宴所书的, 为李密习洛周文。 他骑在马上, 寒暢淋漓的一口气就通读了全文, 终于沉不住气了。 他想, 这不是公然古动人们, 起而推翻大随朝廷, 拥立李密做天子吗? 这个李密真是切而不舍, 果真了得啊。 而自己却还在这里, 没日没夜钻山入林的剿匪贼呢? 他这么想着的时候, 哥哥建成已经领着队伍, 打前走得老远了。 李世民纵马追到兄长的身边, 建成见弟弟脸色不对, 他就问, 你在那看什么呢? 怎么这么久才过来? 唉, 咱三杨两语也说不清楚, 最好吧你也去看看吧。 那墙上的告示有什么好看的呀? 唉呀, 你去看了才知道吗? 世民乐住了马江他说, 快去呀, 你看了之后, 咱们再来说事。 兄弟俩在一起, 兄长当头, 但实际上啊, 多是这个弟弟, 指使兄长坐这坐那。 这不, 建成只好拨转马头, 朝回走了。 世民呢, 则吩咐一名传令兵道, 叫队伍走到前面, 山脚造饭, 歇息。 吩咐完毕啊, 自己一回头, 追随建成而去。 建成看完席文, 两个人就下了马, 就近来的一棵大树下面, 他们就地坐于树下的石墩子上。 建成即说, 咱知晓你的意思了。 世民反问他, 那你知道咱是什么意思啊? 世民一问, 建成反倒是慌了神, 他吃不准地说, 嗯, 你想即刻就起事, 那不是太冒失了吗? 哎呀, 哥, 你想到哪儿去了? 世民笑着说, 咱就这点兵, 能成什么事啊? 再说了, 这么大的事, 没得到父亲的手啃, 那不成胡闹了。 哎呀, 就是啊, 建成松了一口气, 然后问, 那, 那, 你是怎么想的? 咱看此席文哪, 就觉得, 咱不能再磨磨蹭蹭地, 在此山之中瞎转悠, 白号光阴了。 你看着李密, 人家已经直逼东都, 将矛图直指当金皇上, 那才是真正干大事的样, 咱再不动手, 天下虽然兴了礼, 可是咱家连边都站不到。 哎呀, 可是, 如果动手, 你有闲兵少, 你到底要怎么着吗? 咱要成事, 还不是兵多或者兵少的问题, 你我算老几啊, 成事者还得靠咱父亲, 可他那样? 市民说着说着就泄气了。 哎呀, 父亲, 咱比你更了解他, 他其实是个明白人, 做一辈子官, 朝廷怎么样了, 他看得比咱透彻, 要当大魏的机遇, 他也是会动心的, 这若何时动手才能恰到好处, 他比咱更有成算。 你说咱父对朝廷看得很透, 自己心里也有想法, 咱都赞成, 若说他有什么成算, 那咱可不敢苟同了, 别的不说了, 就看他与裴叔下棋那样就清楚了, 优如寡断, 举气不定, 此哪是干大事的样子吗? 哎呀, 官场抛久了, 都成那模样了, 凡是幽着点, 也许有他的道理。 不能再悠着了, 再悠着下去, 这世界就没咱的份了。 市民站了起来, 这样吧, 咱这就先赶回晋阳去, 说服咱的父亲, 你呀, 路经河东城里, 负责把家人都带到晋阳来。 此外, 姐姐和姐夫如果没有及时赶到, 留人在河东家里等候他们, 但是, 你必须带着一家老小和队伍, 先来晋阳会合。 那, 狡匪之事, 就这么半途而废了。 哎呀, 还搅啥匪呀, 市民瞪着眼睛说, 连分自己, 不也要变成匪贼了吗? 再说了, 以此方式, 也收容不到多少士族了。 李建成和李市民, 以剿灭周遭匪贼为由, 实则是借此收容扩充自己的队伍, 为起兵造反做准备。 但是, 多数战山为王者并不情愿接受他们的招降。 你对父亲可要多顺着毛摸。 建成不无担心地说, 你做事往往太兴急, 弄得他不痛快, 反倒是把事情搞僵了。 知道了, 市民翻身上马了, 先去队伍之中点了几名随行的护从和侍卫, 此一行人便飞也似的直奔晋阳而去了。 就在这一群护从之中, 有一个叫长孙顺德, 另有一个叫刘弘基的, 原先都是皇家禁卫军中的右兄位, 他们在跟随皇上远征高沟离途中逃脱, 辗转来到晋阳, 为市民收容。 他们怎么会逃到此处来呢? 原来, 那位长孙顺德即是大随名将长孙盛的堂弟, 而市民之妻呢, 是长孙盛的女儿, 所以市民还一口一声称这位护从为书。 待市民一行小行夜宿的安邸进阳城的时候, 已经是几日后的正午时分了。 进城之后, 他没有回自家府上, 而是直奔晋阳郡监狱。 原来, 晋阳县令刘文静因为与李密是殷亲, 受其牵连, 关押于此狱之中。 深县陵与的刘文静实际是因祸得福。 怨其罪啊, 原是要押往江都由皇上亲自处置的, 但是因为路途遥远, 盗贼分歧, 暂时就被就地积压于此狱之中。 李渊成为太原留守之后, 市民去监牢打过招呼, 文静虽然为朝廷要饭, 却过得是自在安逸。 不过, 对刘文静本人来说, 毕竟是进了监狱, 没有了自由, 而外间风气云涌, 好不热闹, 不甘寂寞的他, 其实还是感到度日如年, 如坐针毡。 这一天正午刚过, 有玉立亲自进来, 打开了刘文静的牢房, 并谦卑地仍称他原先的官职。 这位玉立说, 有请刘县令与外间用善。 这文静一看此来头, 心中一惊, 心想, 莫非是有变故了? 大县就这么突然来临了吗? 若是那样, 一直能听平起宰歌了。 文静平时的牢犯呢, 因为受李世民的关照, 一日两餐, 皆有酒肉, 并且都是直接送到牢房内的, 今日怎么会让自己到外间用善呢? 而且还是由玉立亲自来打招呼的, 这多时难以琢磨。 可是当他胡疑不定地 走出昏暗的长长永道的时候, 却见外间光明处, 赫然立着一位熟悉的身影。 哎哟, 世民呢! 刘文静喜出望外, 快步上前, 紧紧地拉住了李世民的手。 你不是去河东剿匪了吗? 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还快, 都什么时候了? 两个人说着, 在一间客室座下, 酒菜已然上桌, 碰杯各自一饮而尽之后, 李世民急道, 咱先要告诉你一件事, 你的亲家翁李密, 已经将东都围住了, 并发习闻, 把皇上骂了个狗血喷头, 看来呀, 大随江山, 已经非他莫属了。 刘文静瞎了一口酒, 从唇间蹦出了一个字, 难。 为什么呀? 李世民注目以待, 哎, 想当年, 杨玄感和李密, 不正是兵败洛阳城下的吗? 金幼卷土重来, 走的还是原来的老路, 咱看哪, 恐怕还是会凶多吉少啊。 可是此一时彼一时, 李密是个聪明人, 他肯定会接受前车之箭, 审时夺势, 怎么会重蹈覆辙呢? 唉, 但愿如此吧, 可是, 说不定他是迫不得已, 又重归老路了呢, 若是此样, 重蹈覆辙就不值得奇怪了。 哦? 李世民听到这一话, 反倒是觉得很开心, 他双眼疏地放出了光芒, 你能肯定, 情形确实如此? 文静摇了摇头说, 哎呀, 咱身陷淋雨, 两眼一抹黑, 哪知外监事到底如何, 仅是猜测而已。 仅是猜测而已。 李世民仍然不能确定, 眼下纷扰的世界将乱出个什么结果, 因而他问道, 李密若是深思熟虑, 做出围攻东都的决定, 他显然已经拔得头筹, 那么, 咱不齐后尘在启事, 是否为时已晚? 不晚。 刘文静把端到唇边的酒杯 往桌子上一放, 他说, 咱若当下启事, 应说正逢其时。 为什么呀? 此还用问吗? 朝廷援军正往东都集结, 两军对峙, 鹿死谁手还未可治, 咱可以承虚进入关中, 抢先拿下西径, 此正所谓, 螳螂不蝉, 黄雀在后啊。 哎呀, 军言正合我意, 李世民开怀地笑道。 啊, 只是不知道, 咱何时能够 接近出狱呀? 哎呀, 军要出去还不容易, 即刻就可以随咱一道走, 只是出来以后怎么办呢? 外间局势混沌不清, 你一出来何处容身呢? 咱看, 军还是暂处此间最为安全, 咱只当务之急 是要紧速地说服父亲, 他肯站出来一呼, 才有号召力, 咱才有了主心骨, 军到那时候才能走出去, 并且发挥作用。 可是他老人家呀, 直到如今, 还是扭扭捏捏捏, 腰杆还是挺不起来, 真是急杀人了。 哎, 领尊与咱的处境不同, 比如你, 年纪轻, 少顾忌, 咱到如今呢, 咱更是赤条条截然一身, 说反就反了, 他呢, 是朝廷重臣, 还是一家之主的唐国公, 要说谋反, 那可不容易。 刘文静把话说到这里, 反而吞吞吐吐起来, 他喷了一口酒气, 终于到, 有一次, 咱和裴姐喝酒, 倒是想出了一个损招, 可是令孙打人就范, 不知道是否真的可行。 损招? 李世民正不知道, 该如何说服自己的父亲, 于是他问道, 不管是什么, 不妨说来听听。 刘文静于是附在李世民的耳边, 低声地咕弄了一通。 李世民开始一直别着眉头, 后来竟然大笑地说, 哈哈, 这确实是一个损招, 不过无伤大雅, 亦是一条妙计, 看来只好用他来对付家父了, 哎, 行, 咱这就去陪叔那里, 请他成全此事。 李世民说着, 便站起身来, 他就是这么个急性人。 刘文静一起伸道, 咱百岁之身, 恕不远送了。 哎, 君请留步, 病情再于此处, 驱救几日。